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天注定的姻缘 只是我没想到 这却成了我的噩梦 我叫鱼多多 多鱼的多 我的太爷爷 爷爷和我的爸爸都是世代农民 在他们的眼里 女娃娃就是外人 所以打我记事起 我听到最多的话是 你怎么是个女孩 你要是男娃 多好 可是 没有如果 作为家中的老二 我上边有个爸妈当作掌上明珠的姐姐 下边有个爸妈不怕计划生育罚款 偷摸生下的弟弟 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读大学前 我都是穿姐姐穿过的衣服 吃弟弟不要的零食 而我妈却还要求我洗衣服 做饭 喂猪 不过 有一点我得感谢他们 因为在农村 女娃读了中学后 辍学打工 补贴家里是尝试 但是 不管日子多苦 爸妈从来没有要求过我辍学 所以 那时候我家的日子是真穷啊 穷到一年到头都吃不到什么荤腥 作业本要正面写完 背面做下一年的笔记本 而一些需要验算的题 我们会在墙上或地上滑来滑去 或者用铅笔来写 然后再擦掉 我们一家五口 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爸爸 而我们姐弟三人放学回到家中 还要帮妈妈分担一些农活 对于我来说 做农活是有怨言的 毕竟 妈妈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 没有工作 可她整天在家打人骂狗 不是我们洗衣服做饭 就是下地除草 那时候 我心中唯一的信念就是快点长大 考上大学 走出这个小山村 我是幸运的 甚至我们一家子都是幸运的 因为 我们姐弟三人都考上了理想大学 而我在读大一时就认识了郝平 他是我们的同班同学 在这个外乡大学里 他算是我的老乡 不过 他家在城里 我家在农村 也许是老乡的原因吧 我俩有很多共同语言 她听说我从来没有吃过生日蛋糕后 竟然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小蛋糕 当时我感动坏了 不过 同寝室的姐妹都说 多多呀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不要和郝平走得太近 你看她长得那么黑 那么丑 还只会有嘴滑舌 可那时候的郝平对我来说 就像是溺水时的一根稻草 让从来没有得到过偏爱的我 在她这里可以得到偏爱 所以 姐妹们的话 我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还在读大三的时候 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郝平 大学毕业前夕 我因为成绩优异 又多次获过奖 所以 我得到了保送研究生的名额 可是 郝平跟我说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所以 毕业后 我肯定要回到父母身边的 可是 我舍不得你 你要是读研究生呢 咱俩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我怕你和我分手 再说 咱俩都是名牌本科大学生 即使你不读研究生 咱俩也能有很好的发展的 郝平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因为我已经把保研的事情告诉了家里 全家人都表示支持 但是 郝平对于我来说 他的好 让我上瘾到无法自拔 于是我放弃了保送名额 和郝平回到了家乡 所以 我拎着行李出现在家门口时 迎接我的是爸妈对我的谩骂 以及姐姐和弟弟通过电话传来的怒意 可是 事情也成定局 他们再生气也改变不了什么 于是我和郝平开始找工作 只是踏入社会后 我才发现 社会和学校完全是两个世界 因为 当我拿着自以为优秀的简历 却被一家家公司拒绝时 我才彻底明白 读书时的成绩对于找工作来说 并没有多大用处 因为 他们更看重的是工作经验 即使有公司有异路用 但是 他们给我的薪水也少得可怜 可我没得选 最后 在一家外包的作账公司 从出纳做起 然后 再用微博的工资租房 那段时间 我几乎是入不敷出 还好 姐姐和弟弟都参加工作了 爸妈有了多余的钱 大多都支援给我了 毕业后的好评 读书时就马马虎虎 所以 他每次找到工作时 都过不了试用期 就被对方淘汰了 最后 他进了我们这里有名的电子厂 做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都有工作就好 所以 我跟好评提出了结婚 刚开始 好评还敷衍我说 等咱俩工作稳定着 我一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但是 到了后来 他连敷衍都懒得敷衍了 直接对我说 我妈说 让我找个城里的独生女 要不就找个郊区能拆迁的潜力股 你看看你 家是农村的 读书时还有那么点光芒 但是 随之毕业后 你竟然狗屁不是 然后提出了分手 好评的话 犹如一把钢刀刺进我的心里 但是 我那时候就跟走火入魔似的 就想守着这个男人 所以 我跟好评说 只要我们结婚 我不要彩礼 什么都挺好评的 甚至可以上交工资卡 但是 好评还是跟我分手了 并且警告我 不要纠缠他 那段时间 我浑浑噩噩 觉得再也遇不到 好评这样对我好的男人 所以 我工作接连出错 最后 老板给了我半个月的假期 让我回家调整状态 还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再犯错就开除我 姐姐和弟弟知道我的情况后 特意请假来陪我 我用尽全力调整状态 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而这时 我爸妈知道 我和好评分手后 高兴得不得了 还给我托人 给我介绍了不少相亲对象 和好评已经成了我心里的白月光 于是我拒绝相亲 但是 让我没想到的是 和我分手半年的好评 居然找到了我要求复合 于是 我在众人咒骂 我是恋爱脑的声音中 和好评领证结婚了 婚后 婆婆以为我们好为理由 要教我们过日子 顺理成章 把我和好评的婚房租了出去 还让我上交工资卡 而且 在婆婆眼里 我和好评的婚姻中 始终是我高攀了 所以 他要调教我 做一个合格的城里媳妇 可好评不仅不为我说话 还跟婆婆站在一起 为了守住这段婚姻 每天我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 然后 轻手轻脚的 为一大家子准备早餐 晚上 不管加班多晚回来 他们宁愿饿肚子 也会等我回来做晚饭 我跟好评提出过很多次 搬出去住 可是 都被他拒绝了 而我婆婆更过分的是 不仅每天监督我 喝掉一碗求子偏方 更是天天骂我是 不下蛋的母鸡 其实 不止婆婆急 我爸妈也着急 毕竟 生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是一件大事 不久前 我娘家拆迁了 爸妈把我们姐弟三人喊回家 让我选择要房子还是钱 因为娘家是县城周边的村子 而我们姐弟三人 都不在这边工作 所以 我们建议 要钱 可爸妈又舍不得乡里乡亲 最终决定 爸妈要一套房子 剩下的钱 我们姐弟均分 有了钱后 我想都没想 立刻奔向 看了那套好久 可以拎包入住的楼盘 交了首付款 其实 我可以慢慢挑选的 可是 姑姐离婚回来了 还带着一个孩子 住进了公婆家 而且 姑姐比我婆婆还刻薄 不仅没有工作 要吃我的 喝我的 还每天对我指指点点的 所以 我办完所有购房手续后 就开始收拾东西搬家 不过 这次倒让我很奇怪 姑婆和婆婆不仅没为难我 还帮着我选家具搬家 但是 在我搬家的这天 婆婆和姑姐开始作妖了 所有东西都收拾妥当后 婆婆说要出去吃 庆祝一下 但是 吃完饭 老公留我在饭店结账 然后 他们一家四口 先去了新房 可是 当我结完账回到家时 门锁我却打不开了 我使劲敲门 把邻居都敲出来了 也没人来开门 于是我跟邻居道歉 并准备打电话 找开锁师傅时 一直不接我电话的郝平 终于接了电话 郝平说 多多 我和爸妈都在家 等你好久了 你怎么还没回来 我敲半天门了 你们怎么不开门 哦 忘了告诉你了 妈说咱们这儿的习俗 要找人暖房 所以 我让姐姐和孩子 先住进去了 他们可能睡着了 才没给你开门 要不 你打车回来吧 哼 睡着了 鬼才信 我本想咱们进去 可是想到明天还要上班 今天又搬了一天家 我的姑姐又是胡搅蛮缠的主 于是我回了婆家 但是 自从姑姐住进去 就没有回来的意思 而且人家暖房都是住一天 而姑姐都一周了 所以 我特意请假回了新房 我打开新房的门 发现姑姐居然换了门锁 于是我喊开了开锁师傅 给我开了门 换了锁 这时 姑姐和我婆婆回来了 看我在换锁 立刻阻止 还质问我 你为啥换我家的门锁 我被姑姐的话气笑了 她家的门锁 于是我和她理论了起来 姑姐虽然蛮横 却是一个没头脑的 虽然婆婆一直在拽她 可是 她却把所有的事情 倒了干净 你们结婚都有五年了 你连个蛋都没生过 要不是一个月前 我弟说了实话 我早就让你们离婚了 姑姐云里雾里 说了一大堆 我也是听了好久才听明白 原来 姑姐和婆婆 一直让好评和我离婚 但是 好评就是不肯 一个月前 姑姐离婚回来后 好评要接盘姑姐的孩子 这样 不仅方便姑姐再嫁 还解决了我们 没有孩子的烦恼 听了他们的话 我真的很想说 一家人 都打了一副好算盘 而且 都打到我身上了 于是我提出了离婚 对于离婚 好评是不愿意的 但是 姑姐和婆婆 却高兴得不得了 还风风火火的 给好评介绍对象 好评是个孝子 肩服解膜 于是 拖了两个月后 我和好评 终于把离婚办了 在我们过了冷静期 换证的那天 姑姐和婆婆 还昂首挺胸的 陪着好评来换证 甚至在民政局门口 他们还把我 好一顿奚落 但是为了能摆脱 这个奇葩的家庭 我都忍了 领完离婚证 我走出民政局时 真是一身轻松 因为 我不仅要回了房子 还通过各种花销证明 让好评 分了我十万块钱的 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 不甘心的婆婆 在和好评 离开民政局时 还碎了我一口 我一点都不生气 因为 在我和好评 搬新家时 我在床底下 看到了好评的日记 原来 她和我分手后 谈了一个拆迁户的女儿 马上要结婚 她和那姑娘 去医院做婚前检查 才知道 自己有不孕症 姑娘看着检查报告 就要和她分手 可那时候 他们结婚的事情 已经通知亲朋好友 所以 好面子的好评 说什么也不同意分手 那姑娘 也不是好惹的 对好评说 如果你不同意分手 我就把你不孕的事情 告诉所有人 于是好评妥协了 为了赌那姑娘的嘴 还给了她十万块钱的封口费 而好评对家里的说法是 姑娘出轨了 自己被虑了 本来婆婆要找姑娘家讨说法 但是好评说 绿帽这件事太丢人了 所以 为了儿子 婆婆就把这件事 瞒了下来 并同意 好评娶了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